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是中国人超会吃 我是王凯 本书的两位作者之一 一看这个题目 大家就知道 这是一本关于食物的书 正所谓名以食为天 现在图书市场上 关于吃的图书五花八门 极为繁多 有美食笔记 也有学术性的美食研究 还有菜谱 事实上 我们这本书最初的策划方向 也是菜谱 当时我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 我们的主编 很熟悉国外的出版业动态 发现最近几年 国外的市场上 开始流行中国菜的菜谱 著名的费顿出版公司 出版了一本中国菜谱 销量居然达到20多万册 正好 当时我们出版公司 想做一些向海外传播 中国文化的作品 所以就邀请我和另外一名作者 编辑一本书 名为一百道中国菜 图文必茂 希望能畅销 这件事交给了我 也被我耽误了下来 主要是我不是很想写一本菜谱 而且图文必茂的话 就需要找很多厨师联系拍摄 当然最根本的难度就是 这么多中国菜 怎么寻找到一百道菜来代表中国 八大名菜各自出几个 剩下的省份怎么办 而且八大名菜也是时代的产物 是非常晚近才形成的分类 这些都是问题 而且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开始我们有个设计 以地理来写中国食物 比如云贵高原 长江流域 大运河上的重要城市 千年古都的食物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运作模式 也在一开始操作的时候 我们就去了扬州 开始雄心勃勃地 想在一家餐馆找一个厨师做一道菜 以展现丰富性 结果发现很难 因为很多厨师会做不会说 比如拿扬州炒饭来说 有的人说扬州没有炒饭 扬州自古就只有淡炒饭 有人说扬州炒饭需要放很多佐料 海参、金钩、干贝全部都齐全 才能叫扬州炒饭 还有的厨师说 必须要把米粒在锅里炒得跳舞 才配叫扬州炒饭 事实上 扬州炒饭完全是一种意外的得名 由于海外的中餐厅一直在销售扬州炒饭 所以扬州炒饭的名称 甚至比扬州城的名声还大 甚至很多海外厨师知道扬州炒饭 而不知道扬州 还以为扬州是一种烹饪方式 不仅如此 当地的文史资料也不尽全面 比如有传说是乾隆下江南 与随从走散 最后找了老农吃了鸡蛋炒饭 最后扬州炒饭名扬天下 但这种传说属于民间想象 并不能说明真问题 更大的可能性是 中国的家家户户的厨房 包括餐厅的大厨房 在烹饪结束后 都有大量剩料 一点葱花 一个鸡蛋 一点猪肉末 外加一些鸡腿肉 厨师看了可惜 于是将所有的剩余材料切碎 把剩饭同样打碎 属于一种完美的夜宵 至于如何流传到海外 应该归功于19 世纪大量人口外流 无论是去美国当铸路工 还是下南洋做矿工 都把当地的饮食带了出去 并且根据当地饮食做了调整 形成了一些名声在外的中国菜 比如左宗唐鸡 扬州炒饭都是这类 最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个名目流传到国内 上世纪八十年代 扬州本地的炒饭开始发展 当地厨师历经图治 把炒饭精细化 加海参 虾仁 鸡腿肉 青豆 蘑菇丁 火腿丁 最后还有各种葱姜 虾子辅料 现在扬州市有专门的炒饭协会 提出了系列规定 如果每一道菜 都需要这样详细的调查 那么一百道菜也太难完成了 而赵超写一百个菜的菜谱 这样的事情 我肯定不愿意做 要写 就要写成有文化含量的中国菜介绍 但这个计划肯定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是拖了下来 直到有一天 我偶然看到一本著作 给了自己新的思路 这本书就是民国时期著名语言学家 赵元润的夫人杨不韦 在美国写作的《怎么做中国菜》 1938年 他们夫妇到了美国之后 本来是一生的杨不韦做了主妇 熟悉中西饮食文化的他 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带给人惊喜的 就是不仅仅写了很多失误的烹饪方式 还有许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比如怎样请客 怎样选择餐馆 中国人对猪肉和情类的态度有何不同 是那个年代中国人 对食物的一次横扑面的详细解读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 先后翻版了 二十 多次 后来和他的《如何点中国菜》做了合集 中文版则由胡适写序 赛珍珠写岛屿 受这本书的启发 我觉得自己应该写一本当代中国人怎么吃饭的著作 也是现在流行的美食书籍中缺少的一本 不仅写中国人怎么做菜 还有做菜背后的一切 饮食习惯 文化影响 食材变更 流行因素 从旅行中 中国人怎么吃饭 到中国人怎么吃鱼 是一本解读这几十年 中国人怎么吃饭的轻松读物 这样的写作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农业社会的中国吃饭系统变动缓慢 大概几百年一个变化 现在时代的变量太多 三四十年就有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这本书 应该写中国人在这几十年如何吃饭 接下来 我就分三部分 为你介绍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首先是我们的实地近距离观察 看中国人如何吃饭 其次 我们再来看看一道耳熟能详的四川民菜 麻婆豆腐的形成与演变 最后 我们再来看看近近十年来 社会和技术发展 给中国人饮食习惯带来的巨变 中国人饮食日常观察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先看看我的观察 就是中国人如何吃饭 中国人饮食风俗的变革 在最近的几十年 就有天翻地覆的巨变 背后反射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 和新中国建立后经济的迅速发展 带来的人民生活改善 如果对照下杨布韦先生的书 就会发现 民国时代的饮食风俗 与今日已经大不一样 比如他们夫妇在北京的时候 那个年代流行 一晚上赶肠子吃饭 他们夫妇收到的邀请多 于是在第一家吃一口菜 第二家喝一碗汤 第三家喝一杯酒 最后一家赶到的时候 就只能在饭桌上闲坐 但又不能不去 否则会得罪人 当时北京的名流 像他们这样的不在少数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的是 在传统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年代里 中国大多数地区都奉行一日两餐的制度 而不是今天的一日三餐 甚至帝王之尊 也常常一日两餐 一日两餐 不仅仅起到节约粮食的作用 还和古老的中国医学理论暗和 很多中医建议过午不时 也就是午后不要再多吃 不知道是因为粮食缺乏 导致了中国人的胃口不佳 导致了相应的医学理论 还是因为当时医学理论的流行 导致了人们逐步形成了两餐的习俗 当然 很多附属地区 粮食并不紧张 会赞成人们多吃 并且形成了餐与餐之间增加点心的特点 在中国富裕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这个特点特别明显 迄今为止 那里还流行大量的点心 正餐之外的食物补充 类似英国的下午茶上搭配的点心 而且也是甜咸俱备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一日三餐还是两餐 应该归属于食物供应体系的充足与否 而不仅仅是养生理论 随着现代粮食供应的充足 一日三餐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主流用餐习惯 大城市的早餐 尤其是北京 上海这种特大城市的早餐是最无趣的 如果你不能在酒店享受早餐 那么你在街上也难以寻觅到和胃口的早餐 但是在二十年前 城市发展还没有这么大的时候 还并不是这样 半个世纪前 节奏缓慢的北京 上海都有自己极具特点的早餐 上海早餐中 干的是烧饼 油条 用糯米包裹着油炸食物的吃饭团 还有豆浆 号称四大金刚 意味着支撑了整个城市胃口的四样东西 流食则有馄饨 面条 还有泡饭 旧泡饭的咸菜一般有四到五种 包括皮蛋 榨菜 酱瓜 有时候有咸鸭蛋 包括切成小段的油条 蘸酱油吃 可以说 这么丰盛的早餐吃过后 人们一般有精神去进行上午的劳动 无论在办公室还是车间里 北京的早餐与上海完全不同 拿西的来说 有用绿豆发酵而成的豆汁 有上面浇了黄花 蘑菇 牛肉做的卤汁的豆腐脑 还有各种汤面 馄饨 粥 最让人意外的是 有大量猪内脏做成的特色小吃 包括拿猪肠子和猪皮脏混合煮熟 在勾芡的炒干 还有各种酒煮的内脏 混合成奇异味道的老汤炉煮 吃的时候 在上面加烧饼 炸的东西有油饼 油条 还有大量的芝麻酱烧饼 糖烧饼 椒盐烧饼 显示自己是以面食为主的北方城市 都是非常耐机的食物 虽然是早餐 不过也保证了供应大量的热量和营养 这点上和上海类似 可是随着时代的节奏越来越快 大城市已经不能容忍这些 需要大量时间制作 并且大量时间吃得慢节奏早餐 而取代于各种快餐食物 肯德基和麦当劳的早餐成为很多人认可的干净早餐 不过也很乏味 上面所说的那些早餐食物 反而很多成了特色餐厅里的品类 有些东西成了夜宵 比如上海一家馄饨摊 最近还上了米其林榜单 半夜两三点还有人吃 不仅如此 随着经济的发展 大家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曾经被高度重视的午餐 地位也在下降 很多上班族其实吃得很随便 只有在小城市 或者农村地区的居民 才有相对充裕的午餐时间 可是这个时候 很多孩子在上学 或者很多人们宁愿把时间花在午觉上 所以中国人的午餐一般不及晚餐重要 随着互联网上的叫餐软件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减餐 定时健康餐取代了以往繁杂的午饭 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把吃饭的享受 放在晚餐时间 这点和西方国家一样 但晚餐吃得过多难以消化 从而导致了普遍的肥胖现象 营养专家一直教育我们 午饭吃好 晚餐吃少 可是因为工作时间的规定 多数人是正好相反 当然 经济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对我们餐桌上的食材和食物的丰富度 也带来了巨大的提升 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长距离交通工具的普及和提速 让我们能够方便地享用到来自远方各地的特色食物 比如 中国各地特色烧鸡的普及 和铁路路网的扩展 有密切关系 1900年开始 第一批作为地方特产美食的烧鸡 都出现在铁路干道沿线 比如福利级烧鸡 道口烧鸡 勾帮子熏鸡 德州扒鸡 新级烧鸡 因为这种食物方便而容易携带 满足了乘客们抛弃劣质食物的心理 成为著名的土特产 北方的烧鸡随着铁路而普及 而南方的各类鸭子 则依靠轮船航运而闻名 比如长江航道沿线的城市里 鸭子也是当地居民食用的主要禽类 所以坐着轮船旅行的旅客 每停靠一个地方 就可以吃到各地的特产鸭子 比如南京的盐水鸭 安徽的板鸭 还有湖北武汉的鸭脖子 这些食物都经过大量盐和辛香料的处理 可以较长时间内保存 在轮船上吃三四天而不坏 既是旅行中的美食 也可以作为地方特产手信 带给故乡的亲朋好友 说完了铁轮和航运 我们再来看看公路 现在中国的各种公路旁的餐馆 也并不比某些乡镇的餐馆少 甚至很多是专门供应司机的 不要小看这些 看上去简朴 默默无闻的小餐馆 它们可是各地特色菜肴 与食材普及的幕后工程 为什么 因为司机走南闯北 一路开车 一路吃 很多司机同时也是美食家 他们最能分辨哪家好吃 哪家不好吃 并且不存在只光顾一次 因为很多货运或者客运司机 都是反复走固定的某条路线 一家餐馆如果太差 它可以再开车100公里 去另一个地点吃饭 所以 中国的公路餐馆还诞生了一些专攻四季 后来流行到大众的美食 比如沸腾鱼片 传说就是中国重庆地区某公路旁的小餐厅发明的 一位厨师快用光了所有的餐厅原料 只剩下油 鱼片 还有豆芽 外加当地常备的辣椒和花角 结果用油烹饪了鱼片和豆芽 成就了流行大江南北十多年的一道名菜 沸腾鱼片 说完了食材与菜肴的传播 我们再来看看 中国人饮食习俗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请客吃饭 这是中国人社交 维系亲情的重要手段 在改革开放之前 由于收入水平 住房面积 物资供应等各方面的限制 很难在外聚餐 所以只能把客人请到家中做客 这种习惯一直流行到198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后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餐厅聚餐 逐渐成了主流 即使是农村地区也不再保留请客上门的习惯 这里时间相对不金贵 主人有时间做饭 但是人们会认为 在家请客是件没面子的事情 说明主人小气 或者过于精明 什么人保留在家请客 一是美食家名声在外的主人 主人特别善于烹饪 有几道拿手好菜 这样的人会有远播的盛名 其次 是极其亲密的朋友之间 他们追求的是家中待客的亲密气氛 这个习惯在都市的年轻人中 也越来越普遍 最后一种 能够在家中待客的 是雇佣了厨师的新富裕阶层 中国虽然近年出现了大量的富裕阶层 但是扩起到家中雇佣正规的厨师 而不是保姆的人还是不多 这种人 一般是按照境外习惯 雇佣了厨师 保姆 园丁等多个庸人 职质区分 这种家庭比较喜欢请客上家里吃饭 除了方便等因素 还有就是炫耀 好了 看完了中国人饮食习俗的流便 我们再来考察下一些近年来文明全国的名菜 这些菜是怎么来的 有多长时间的历史 这些菜肴流行的背后是什么原因 由于篇幅所限 我们就拿一道大家熟悉的川菜为例 麻婆豆腐 它的流行是因为 便宜的蛋白质提供法则 制作简单一行 但这道辛辣的菜肴越来越流行的背后 也有一种尴尬与无奈 说白了就是 食材越来越缺少滋味 只能靠辛辣来掩盖 提升其特色 但麻婆豆腐的流行时间并不长 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而已 如果说公保鸡丁 夫妻废片都属于出名的川菜 那么麻婆豆腐则已经出名到 超越了四川局部区域的感觉 成了一道最著名的中国菜 流行于世界各地 哪家中餐馆如果没有麻婆豆腐 则这名餐厅的不合格 就像肯德基里没有鸡腿汉堡一样 但是这道菜多少人能做合格呢 很少 就连发明麻婆豆腐的川菜大厨 做的时候也要小心翼翼 害怕已失手 降低了自己的水准 中国菜里很多昂贵的食材 鱼吃海参之类 食材的处理虽然不易 大厨烹饪的时候倒是落落大方吃的人少 很难提出专业的意见 中国菜的系统里也确实一直强调 如果能把白菜和豆腐做好吃 才是真的高手 在四川能做麻婆豆腐的高手 有套严格的程序 首先是材料 第一个重要的点 在四川大厨做麻婆豆腐 一定用牛肉 而不是猪肉 第二个重要的点 是豆瓣酱花椒粉末都要用的对 虽然四川遍地都出豆瓣酱 但是这里面需要的是上等的皮线豆瓣 花椒粉要选四川汉原的大红袍花椒 现炒鲜末成粉 不能买现成的花椒粉末 第三个材料的重点是 最好有青蒜苗 而不是葱、芹菜或者别的绿叶香料来代替 尤其是冬天刚出土的嫩蒜苗 第四个是豆腐的选择 四川的厨师认为四川的豆腐最好 当然这个是地域偏见 全国的豆腐都可以 问题在于豆腐的老嫩程度 这个豆腐不能太老 更不能太嫩 含水量要在40%左右 有豆香气息 这样成菜后才能好吃 材料准备好了 开始制作麻婆豆腐了 需要用滚热的油 炸酥牛肉末 炒豆拌酱 等香味散出后 浇上一勺牛骨头汤 实在不行水也行 把豆腐放进去 开锅后改小火 然后勾薄芡 煨出来的豆腐入味 看着豆腐熟了之后 撒上花椒末 再次勾薄芡 最后撒青蒜末 再一次勾芡 前后三次勾芡 都不是浓浓的芡粉 原因就是巩固味形 豆腐本身无味 需要靠这些连接物 把牛肉的酥香 豆瓣的酱香 还有花椒的香 蒜苗的香和豆腐团结在一起 最后要滚烫的上桌 这是一道适合吃米饭的菜 有时候直接盖在米饭上 香味肆意 传统厨师讲这道价廉物美的菜 需要有七个特点才算好吃 麻 辣 烫 鲜 香 酥 嫩 整一 最后一个字 整 讲究的是豆腐并不需要反复翻动 要保持起完整性 各种配合它的食材的味道通过整合 也都到了它身上 最早的时候 这道菜也是一道小店的家常菜 传说成都的万福桥边 有家小店 老板早逝 只剩下脸上有麻子的老板娘 专门提供饭菜给苦力 过路的香肠上的菜脑 因为客人多数为穷苦阶层 也吃不起什么大菜 有的人索性自己买了豆腐 和老板娘说 你看看帮我做一个豆腐 我拿来当菜即可 我只买你的饭当主食 这道平民小吃 能够成为一道标志性的中国菜肴 大概还是因为 里面蕴含着烹饪的基本道理 简单的食材 配合几道美味的辅料 最后成为美味吧 事实上 四川地区 善于用豆制品这种廉价的食物 做成各种美味 而且都能配合米饭 比如豆花饭 也是把更嫩的豆花配合饭吃 浇上辣椒 酸末和酱油的蘸料 价格低廉 豌豆汤饭 是将四川特殊的黄豌豆 煮得稀烂 浇在米饭上 一顿饭有汤也有味道 还有数不清的豆腐干的做法 说起来 四川的这种化平常之物为主食的冤家的做法 在不少历史悠久的地区都存在 是吃的智慧 今日中国人饮食的剧变好了 在我们今天内容的最后一部分里 我想结合自己这次写作中行走访谈的建文 谈谈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 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饮食业出现的三个现象级变化 外卖 海外中餐 以及流行餐厅 首先来看看外卖 外卖在中国的崛起 有两大助力 第一 我们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消费者和网民基础 同时也是网络基础设备和智能手机最为普及的国家之一 互联网对我们的生活方式 有巨大的重塑力量 饮食也不例外 二十 世纪初的十年内 外卖在中国并没有发展起来 之所以在中国发展一直落后 包括北京和上海这种国际都市 主要还是起因于经济成本的估算 餐厅在中国 并不是一项利润高昂的行业 即使在上海 北京这样的大都市 在互联网资本没有侵入的时候 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外卖网络 餐厅有时候 自己会雇佣低价员工进行外卖 但基本上是批量送达 而且以套餐为主 这样利润就可观一些 也是出于成本考虑 广东等地外卖稍微发达 一是因为受香港影响 二是广东打工者众多 导致劳动力竞争厉害 如果没有大量新的资本的涌入 中国人还是习惯于外出就餐 因为餐厅众多 距离不远 在大量的中等城市 你可以出门五分钟 找到吃饭的所在 另外 大家追求菜的口感 人们普遍觉得 在菜刚做好上桌的五分钟内 使用它 味道最好 所以在很长时间内 中国人接受没有外卖的生活 资本不仅擅长填补空白 而且擅长无中生有 在互联网资本寻找破局的时代 外卖突然被看中 几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介入 导致外卖生意 在最近五年内风起云送 成为中国餐厅的一大变局 不仅外卖在大城市 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在一个偏远省份的小县城 也并不缺乏 还因为外卖 诞生了无数的 专门为外卖而生的新餐厅 甚至有人预言 再过多少年后 你就不用开实体餐厅了 只需要找个空间做菜 然后雇用外卖员 就可以一荡然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样很方便 但另一方面 却导致了菜肴口味的下降 以及烹饪记忆 濒临失传 我甚至看到一些 饮食文化的研究者 忧心忡忡地预测 说炒菜 这种起源于中国宋朝的手艺 将首先在中国的大城市 年轻人中失传 当然 外卖也分为许多个细分赛道 首先是传统餐厅的外卖 这部分餐厅 是资本最青睐的餐厅 很多大餐厅代表着出品稳定 品质可靠 大餐厅的很多名菜 在进入外卖渠道后 等于替互联网公司的外卖渠道 起到广告的作用 相比而言 这样的餐厅算是不错的出品 毕竟有传统的老店 和连锁的大餐厅要保证实体店的名声 也要持续不断吸引顾客 所以基本质量还是不错的 再往下 就是一些不太注重质量的小店 在外卖潮流起来之后 索性用外卖产品当主打 这些小店 尤其在大城市的办公区密布集中 很多干脆就是为外卖而生存的 比如用白面膜的肉夹膜 用浓厚的酱汁拌面 或者在塑料盒子里放些蔬菜 仓促地撒上色拉酱 美其明日清食餐厅 最恶劣的一种 没有店面 只租了一个厨房 用最便宜的肉类和蔬菜加热后 放进外卖餐盒 充当给附近上班族果腹的 便当一一这些餐厅的共同特征 是很善于在点外卖的软件上 描绘自己的食物 几块廉价的猪骨和酸菜做成的汤 可能被称为祖母的食堂里烹制出来的汤 几片冰冻半年的薄薄的牛肉片 加些西红柿 可以做成一张漂亮的图 特制牛肉面 目前中国的外卖之发达 可能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 你可以要求你的送餐员 在几点几分送到 你可以只花几元钱 就避免了雨夜外出 你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优惠 免费让人帮你送餐 在最小的县城里 现在也有外卖服务 依中国的食物体系 在遭遇互联网外卖软件的时候 可能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变 家常菜也许会消失 另一大中国食物的变化 是海外的中餐厅的崛起 中餐厅不再是鼓选于海外的老派 怀旧之所在 而是与中国食物革新起头并进的 新餐饮试验场 这无疑是伴随着中国的全球化进程而诞生的 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海外拓展业务 另一方面 大规模的海外中国移民出现 他们既是新的海外中餐厅消费者 也是新派食物的制造者 曾几何时 天津菜和杂碎成为中国菜在海外的代表 海外中餐馆的所谓天津菜在天津是吃不到的 无论是公保鸡丁 还是上面堆有厚厚酱汁的面条 都属于天津人会大吃一斤的食物 一类似的还有左宗堂鸡 扬州炒饭 都是出于某种偶然的机缘 出现在海外的中国食物 在中国反而难以找到同类项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经历 海外中餐馆全面的革新 要在2000年左右开始 一种是真正的移民餐馆 走低档路线 在大都市可以低频次地看到 厨窗里堆积着一些塑料餐盘的菜 以做广告 主要的厨师 是温州 福建等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 他们多数属于非法移民 也没有什么别的技能 二是以海外的中国人为顾客 在不少西方的著名大商场附近 有这样的餐厅 便利随旅行团前来购物的中国游客 餐厅背后的主人多数来自大城市 他们最初开餐厅 并不完全是为了谋生 而是为了满足同乡 朋友 或者越来越多的 出现在海外的中国人的胃口 于是利用超市里的中国食材 开设了这种温暖的中档小餐厅 要知道 在物流不发达的时代 一个麻婆豆腐 也是需要认真准备材料的 随着移民的增多 尤其是最近两年 新派的 更高档的 按地区区分菜式的中餐厅 开始流行起来 而且不再局限于大都市 开始广泛地在欧洲 澳洲和美洲出现 我在佛罗伦萨吃过一道非常正宗的口水鸡 里面的辣椒分成小米辣 青红椒还有二斤条 几个种类 在哥本哈根吃过沸腾着端上来的水煮鱼 里面垫的是豆芽 尽管价格昂贵 可是味道醇厚 几乎怀疑自己是在四川成都 这些餐厅中有高档餐厅 是中国餐饮界老总和外资合作的产物 装饰时髦 充满创意的中国菜 开始出现在主流人群的视野中 有大菜 比如北京烤鸭 可能用玫瑰花瓣的水 让鸭皮显得更加金黄 有小吃 比如西安肉夹馍 四川淡淡面 都会强调自己的正宗性 地球村的概念出现已经许久了 但海外中餐厅与本土中餐厅微妙的差别 还是存在在那里 也许这才是最有趣的地方 乡愁永远不能在几千公里外彻底满足 第三 我们再来看看流行餐厅 实际上 我个人把它分成两类 价格低廉的苍蝇馆子 以及相对昂贵的网红餐厅 在听到苍蝇馆子的时候 一定不要惊慌失措 尽管这个名字最早的由来 是指以前餐厅环境差 以至于漫天飞舞着苍蝇 不过这个属于过去的事情 现在的餐厅必须有卫生标准 但这种餐厅的装修依然比较简单 我体验过一些 这种餐厅有些特色菜还是值得一吃的 类似米其林餐厅中未上榜 但也进入榜单的那些陪跑的餐厅 苍蝇馆子之所以出名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菜好吃 不存在一个餐厅环境差 菜难吃而出名的苍蝇馆子 这种餐厅馆子一定有自己的绝活 一半的苍蝇馆子都有好的厨师 这些厨师往往自己就是老板 掌握若干拿手好菜 并且对菜品都有所挑剔 从原材料到最后的成品 大厨自己控制了一切 小餐馆的老板往往是食物的完美主义者 一一完美主义只针对菜 不针对环境 在杭州的一家苍蝇小馆里 老板每天早晨起床 就自己跑到江边的渔船上去买鱼 四川的一家苍蝇馆子的女老板 每天从集市上买回来的猪脑 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手 一点一点去除掉脑子里的血丝 做菜做得好的老板 对菜肴有某种迷信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才会好吃 是他们的原则 一般来说 苍蝇馆子存在在大城市 或者大城市周围 不存在偏僻地区的苍蝇馆子 只有在大城市 与豪华餐厅对比 才会出现有美味菜肴 而装修混乱的小餐馆 这样的小餐馆 才有出名的可能性 有些苍蝇馆子的老板 和服务员的态度不太好 他们会是好的厨师 好的经营者 但是因为小餐厅只有四五张桌子 整天挤满了人 老板要和善都和善不起来 他们态度就没那么好了 也有些餐厅 因为老板凶恶的态度 和难以排上座位的困境 慢慢出了名 这属于典型的剑走偏锋的故事 与苍蝇馆子形成鲜明对比的 则是网红餐厅 在各类图片视频社交APP流行的时代 无数餐厅在装修布局上刻意模仿国外应用 Instagram上的流行风格 结果就是千人一面 彩色的大色块墙壁 雪白的桌子 窗台上的绿色植物 吧台上的小玩意 你看不出来你吃的餐厅在哪座城市 北京 上海 东京或者是伦敦 就连服务员的穿戴打扮都一样 网红餐厅的最大特点是环境适合拍照 用软件上的滤镜一修正 颜色 拍照者的面颊 还有周围的景色融合成一体 非常适合发在社交网络上 但是这里出品的菜肴好吃与否 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这里的食物分成两类 一种是非常好看 适合上照片 这种好看 可能是某个造型奇特的蔬菜 可能是粉红色的汤 也可能是某个巨大夸张的拿破仑蛋糕 人们首先是从视觉上认识这家餐厅的 并且经过了这些照片在社交网络上的流传 开始加深了对这些餐厅的期待 直到自己也去了相同的场景 做了相同的造型 拍照留念并且上传到网络上之后 才真正完成了这一次消费衣好看的食物在这里 等于某种好看的道具 必须出镜 另一种网红餐厅提供的食物 未必好看 但是非常特殊 比如体积异常庞大 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比如一家销售小龙虾的餐厅 做了一盆放着30多只龙虾的汉堡包 一下子变成大家必去的地方 网红餐厅在中国芳心为爱 最大的原因还是背后的互联网经济 每个互联网的点评单的前几名都是此类餐馆 越是有故事 越是美丽 就越有排队者 这样就成为一个个崭新的目标餐厅 他们的诉求未必是食物 更多是短期利益 好了 以上为你介绍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我看来 中国的饮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 食物随着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发展 以及口味和营养价值取向的变化